大家好,我们又到约定时间 这一周大家应该很兴奋各种各样看似有进展的消息不断的在出来 不断的在出来,但还是肯定一点 我一直讲一个问题,就是大趋势目前看不到被逆转的迹象 我们看不到,也就是说大趋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可逆的 那么这中间呢,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几个点 探讨几个点,今天我们不分析什么时候开,开不开 还是那句话,我们已经讲了三年半 那三个性调没有出现以前 都别去把这个专注度放在什么时候开的上面 一个很明显的内容,大家可能比我看得更多 那么都知道香港已经批准了中字头的ETF 已经批准了这个中字头的ETF 也传出了这个批准,你批准OTC 这肯定是好消息 一个联合通韩,香港的一个联合通韩 出了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讲什么呢? 虚拟资产相关产品的销售 必须符合相关司法管辖区的要求 这句话用人话,听得懂的话讲究什么呢? 香港的虚拟货币,虚拟资产交易 肯定会对散户和私人用户开发 但是,相关产品呢 只能卖给或者只能由 符合相关司法辖区的要求的人才可能参与 什么是相关辖区? 相关是司法辖区? 什么是相关呢? 比如我们大陆,它就是一个司法辖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辖区 这一个侠区里面不允许私人参与数字货币交易 也就是说,在香港落地的ETF可不可以让我们去买呢? 目前,根据这个通寒,肯定是不可以 那么实际上它要表述的内容就是什么呢? 虚拟资产限或一天禁止向中国内地投资者销售 而中国的内地的法人或自然人在未实现获得中国内地所有必要的政府批准的情况下 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地购买比特币 这个讲得够清楚了吧 那么还是我们讲的那句话 香港是我们的一个实验群 也是我们为未来的数字货币、数字金融 以及未来的新兴的金融科技打造的一个世界形的中心和都市 那一定是并成了这个中央的质义 那一定是并成了中央的质义 一定得到了中央的地准 但是它并不可能去冲击中国国内法律的规定 那并不可能 这个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所以大局势肯定是好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等到我们等的那几个点 那边我们也讲过一个问题 就关于USGB在国内交易的案例 我们要搞的案例 那么所适用的法律是什么呢 外汇管制法 外汇管制法 那么今天把这个作为开篇的话题 其内容是什么 就今天我认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把这几个问题的基本逻辑弄清楚 不管我们怎么讲 香港的微博三中心 微博三点零这个未来都市都可以 没问题 但是有一点 从前年的10月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 唯一看到的进展就是 在耶伦离开中国后 迅速的批准了三家中国的公务基金 迅速的 注意这个话题迅速 那是不是现在的文件才搞好啊 很显然不可能 那为什么前面不搞呢 世界 世界 金融 金融 金融规则 金融标准 金融的 货币的 货币的 结算体系 都是 为首的 西方 之类的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绕过的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不是说我们就 因为这个现实 我们就做一代币 不是 国家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在打破 这一个 旧有的 这个格局 或者叫做这个 现有的这种制度 一些都是为了这个在做 但是并不等于 并不等于 大家讲的美元就崩塌了 就衰败了 大家都天天在讲 美国有30 到目前为止有35万亿 外债了 他为什么没崩呢 他为什么没有崩呢 而且前面 几周 我们反复讲到一个话题 前面还有人说 我说了时间节点 4月5月我们能看到拐点 大家看到了 拐点拐点 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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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逐步 後面我们讲这个话题 但是拐点 出来了 他是一个 産生妥协 或者局部 或者叫做阶段性变化的 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那么现在想好 现在想好 为什么现在想好 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和货币的工作小组 现在还在美国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妥协 我们一直在等待的妥协 那么耶伦在北京的时候达成的死 四个基本一致 以及我们国家的发言人 谈到的美国的金融本地 中国的金融本地 世界未来的面对的金融本地 这是官方话语 什么叫美国的金融本地 美国现在真不能崩了 如果现在美元真的变成了一文不值的 越南盾 甚至是免币 世界会是个什么状态 谁也承担不起 谁也承担不起 包括我们 包括你们期待的那个东西 都承受不起 那么这一切只能使得什么呢 旧的秩序 旧的格局一定要打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能出现颠覆 不能出现颠覆 我们已经讲了十年多 我们已经讲了十年多 他就是一个打着国家旗号的合作公司 这个很可怕 我一直讲的这个很可怕 就是美国在设立这套机制的那天开始 就已经做好了摆烂的准备 做好了摆烂的准备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干 我们今天以我的观点 以我的认知 我们浅息一下美国这个结构 到底是个什么结构 我们上周提到这个话题 民主党共和党大目的就是弄想 一个是代表的犹太资本 一个代表的是安格鲁 撒克逊的工业体系 那么由于美国的金融获利 或者叫做印钞权获利 或者叫做印钞权获利 接算权获利 和印钞权 接算权所僵持的叫做前沿科技领域 是美国的以工业体系为接触的安萨集团 现在开始回过一个境了 回过一个什么境呢 他们最重要的基石不在了 不在了 为什么不在呢 工业基 因为都知道啊 我们上周也提到这个话题 做实体的 尤其做产业的 做加工的 做重工业的 他都不可能 跑得过金融的流速 做金融的肯定是货币的流速更快 获利更高 这就是美国股市 美国歧视 美国债市 T加零 你可以 只要你能把握住 你可以 每天无限制的 在这一个游戏里面进出 这也是大家标榜的 你们最喜欢的那颗狗 当时告诉你的就是 因为它排出了人为的 这个人性和情绪 于是它可以 这个无限干钻套利 那么实际上就是 一个金融规则 就是一个金融规则 就是加大流速 跨区域流动 分十万英里 那么都知道了 能够有最方便的亏欠 谁愿意把这个钱放到 需要三五年周期 才能互利的 传统行业或者工业里面去 很显然 不管是回报率 还是流速 和流动性 都会选择 金融工具 而不会选择 去做实体 那么我们国家 之所以这一次能抗住 其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是国家金融资本 在其主到作用 在其主到作用 那么大家注意啊 你们可能也看到了 在香港的ETF出来以后 国内内股市搞了一个国九条 这个今天我不展开 我不展开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在上周 有一条新闻 有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大家怎么去感受 我不清楚 我谈谈我的感受 这个新闻很短 刘强东 马云 马化腾 李嘉诚 回归 是偶然吗 这是一个标题 这是一个标题 那么实际上什么 就是刘强东 马云 马化腾 李嘉诚 他们要联手搞 国内的 高科技的 大图 大家还记得啊 马云金服 准备上市 被叫停 于是 所有的这些国内的 在 威博2的这个过程中 风云人物 基本上 基本上 都开始淡化 都开始淡化 但是 我们现在突然一下 他们联手 高调输出了 而且他们 口号就是 爱国 要为民族复兴 贡献他们的力量 那原来不是吗 原来不是吗 还是这些人 那这是在说什么 我最爱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后面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大理好 而且是个实时性的理好 为什么这样讲呢 说明了我们的 这个顶层的领导高层 对资本的 边界划定 管控 已经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平衡点 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平衡点 什么平衡点呢 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 资本利得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理论 就是资本为什么可怕 没有资本不行 这资本非常可怕 可怕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可以在自由经济 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特性和环境下 很轻易地挟持政权和政治 这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提到中央当时提到了 就是不允许资本 不允许资本 野蛮生长 还记得吗 我提这一句 大家应该可能回想着起来吧 不允许资本 野蛮生长 没有资本不可能 没有资本不可能搞全体系 没有资本不可能使中国在短期内迅速的崛起 并且形成足够的基础 这一项好 但同样的 当资本可以自由地在主权内发挥的时候 那么 国家的政治结构 政治体系 政治信仰 民众的价值观念 道德观念 都会因此而扭矩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国突然想回到这个点 为什么 那么我看到这一则新闻以后 我的感觉 是正是说明 中国对国内的资本管控 以管控方法 已经有了清晰的界定 清晰的管理手段 和明确的利益划分 资本之所以可以挟持政权 可以挟持政治 就在于 资本获利 弱化了国家利益 弱化了国家利益 于是国家被绑在资本的身上 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了 非常可怕的东西 美国 我刚才讲 目的是一个什么 美国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组合体 利益组合体 一战以后 南北战争以后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期和第三次工业革命 以及二战的过程里面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内燃机 电机 无疑 是当时社会最最最最重要的 动能 方展动能 那么那个时候的安格鲁 继承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前期 英国代表的那一次工业化进程 以及工业化进程的这个转移 但是这个展开就很开了 我们简单提一下 英伦就是三个岛 而三个岛 大家知道还有三大实力范围 那么美国很显然 不管是资源禀赋 还是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理位置 无疑对于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那么这个时候 安格鲁的工业利益获得者 和犹太资本 形成了第一层的利益共同 于是就有了美国的前期出席 当然它的后期国家设计 什么三权分立 什么什么国家不发行主权货币等等 那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我们今天也不展开 以后慢慢我们再来聊这一类的话题 我们今天点到大家可以自己去补充这个部分 这是最可怕的一个问题 可怕在哪里呢 美国因美联储的设立 在美国的政权国家设立的同时 它已经被资本绑架过协 所以现在和美国的博弈说的不好一点 就是这些网络上的语言我们不得不用 但实际上大家想想 美国谁代表美国 金融 谁在操控金融 这些个很要命的问题 很要命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民粹的也好 爱国的也好 恨国的也好 反国的也好 政权的力量都讲的 中国和美国在博弈 谁是美国 谁代表美国利益 什么代表 这是最可怕的一个问题 中国是摆在明面上的一个对手 摆在明面 中国就是中国 不管是金融的还是工业的还是民族的还是政党的 它都是中国 美国呢 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受到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 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和利益 那美国呢 美国呢 美国的工业为什么会空心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 我非常希望我们在一起探讨的朋友 我们都把每一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看一眼 不要总是去追那些 表面的叫做技术层面的一些 这个那个 这个弄清楚了 后面的东西都容易 都容易 我在这大胆地讲一个 当然欢迎大家派砖 欢迎大家这个 叫网络语言叫喷 欢迎大家喷 世界金融实际操控者 现在大家越来越明白这个问题 尤其读过什么货币战争 了解一些这类的演变 当然他的观点并不见得准确 但是至少通过这些 大家有了对世界金融结构 的一个基本了解和常识 什么呢 美国不代表世界金融 代表世界或者叫做操控世界金融的 是罗斯塔尔德 是罗克菲林 杜瓣 莫根 杜瓦 杜瓦 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非常可怕的东西 我们跟美国斗斗的是 面上的那个木偶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把力量作用在影子上 那么我刚才讲到的那些主要代表的犹太资本 就是美国后面的影子 他们在乎世界怎么样吗 这是犹太最可怕和恶毒的地方 他永远只是影子 他可以侵蚀任何一个政权 任何一种政治 他可以压住任何一个废来的政权结构 所以 他可怕 我们以前也讲过 大概是三年多以前 我们讲到了中国中央集权以后 黄泉不断地更跌 总要出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农民起义拿着锄头扁担 打着光脚 就可以 推翻一个 中央集权机 很可笑吧 很可笑 我不知道 专门研究这个方面的这些专家们是怎么研究 但从我自己这种虚昧的角度看 我觉得非常可笑 国家 代表国家意志的是强权机构 军队 在古时候的中国 基本生存的石研和铁都是由中央控制 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上过党校的 上过党校的一定都会学过这个研铁论 人们连基本的生产工具 所使用的铁都会被控制 那么凭什么可以用木头主子去颠覆 在当时工业条件下武装到牙齿的集权军队 可不可笑 反正我觉得可笑 可能是我自己才可笑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 我也提过这个问题 每一次王朝的跌代 总会在民间反抗运动城里 而中国的文学和描述 以及史书的描述中 总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人物 总会出现特殊的人物 最有名的蜀国的诸葛亮 当然诸葛亮有很多兄弟 既有在东吴的 也有在曹操的 还有在刘备的 姓诸葛的 大家把三国翻出来看看 然后就汉朝 刘伯温 刘伯温 也是在朱元璋形成气候以后突然出现的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什么呢 离我们最近的 就李自成的军事 牛经兴啊 李延啊 等等啊 都是 混合帮制国无可上军上敌 全盟法术 天文 弟子 无所不通 无所不经 都是神人 在那个时候 培养出这样的叫做全人型学究型人才 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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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 混子 混子 都掌握在 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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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语 那么 和谐 温固执行 温固执行 借固见经 何其相识 我想表述的是什么呢 在中国 在中国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开始 皇权和四族利益都是在新的王朝进行平衡 当皇权和四族利益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候 就会产生形成或者叫引起迭代的农民起义 而为 以当农民起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必然的就会出现 可以左右局势的 全盟性的 去学久性的人才 大家前一段时间还在 还累 还累 这个 回顾 我们熟悉的一个 现代人物 它叫什么 基辛格 啊 基辛格 它是中美关系破冰的 重要的 关键的 一段时间 人心 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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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究性的人才 是 这个 足足啊 影响了 世界 从七十年代 到 2020年代 整个历史 整个历史过程 半个世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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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现在有一个星星 现在有一个星星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要说谁了吧 是 撒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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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让 世界 和世界 去证明 他 类似于 基辛格的 角色 和作用 他正在 让世界 和世界 去证明 那么 到中国来 形成了 大家 认为非常 振奋的 这个 剥写 进展的 耶伦老太太 耶伦老太太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她的资料 好像也是犹太人 好 那么 上一次我提了一个问题 目前选情 目前公开的选情 默示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根据优势 那么 零 十一月 不过 不过 还有 五个月 左右的时间 美国 拼了命的 就是现行之政党 和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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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每次夜话时间 不超过四十五分钟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为什么呢 听 也需要耗费精力 也需要专注度 尤其我们谈论的话题 又显得有点 又显得有点 灰色 需要有极大的 叫做相关的 这个储别量 所以我非常接受这个观点 我们就把每一次夜话的时间 定在四十五分钟 今天 我们 只把这个话题 讲得一半 留待周一 我们继续 如果没有更多的更新的 重要变化 我们 下周一 继续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 我个人 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 所有的预判 判断的 基础的基础 我为什么会得出我自己的这些结论 这些结论基于什么来 这些 用什么来 支持 用什么来 解释 这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都 不能够弄明白 那我们就是在空口说白话 我们就是在空口说白话 所以我想 没有特殊变化 在情况下 下周 我们 继续这个话题 好 现在已经 四十五分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 暂时到这里 我也希望大家 在这周的时间 把今天我们提到的几个关键点 去做一些 资料的查询 资料的查询 然后我们便于 说理 和这个 终结 好吧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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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